因為提前問題 騎士跟店家槓上 氣到報警要檢舉 騎士事後在臉書社團PO文 說當時跟女友去附近用車 車停在店家旁邊的空地 地上沒有畫紅線 沒想到被要求移車 但男子認為沒影響到店家 但怕遭到報復 移車後反手檢舉店家佔用7樓 聲稱業者因此鬥怒 還揚言要檢舉整條路 當時店家老闆不在 員工否認有要檢舉其他店家 而事件發生在高雄男子惠敏路上 20號晚上6點多 正值用餐時間 許多店家門口都停滿了車 業者認為騎士停在門口附近 影響到他店內顧客停車權益 結果雙方因此爆發糾飛 而其實這條路上 停車問題也常常造成店家困擾 用路人他會覺得說 路是大家的 大家都可以用 可是租店面的人 他會覺得說店面就是 前面應該是停車 就是客人停車的問題 就是很多 反正這個糾紛就還蠻多的 由於該路段會化設禁止停車標線 沒有違規 但針對店家占用其同營業部分 而除以新台幣1200元至2400元 因為整條路都是店面 因此店門口沒有化設紅黃線 方便顧客可以停車 但也因為位置不多 造成停車糾紛 這回只因為要求對方移車 惹怒了歧視 反倒店家自己吃上違規罰單 恐怕業者自己也沒遛想 結局會是這樣 TVBS新聞 吳宋龍玄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